表演者嘹亮的歌聲 自信地唱出屬於牡丹香的圓民文化 牡丹香受到平縣府圓民處的邀請 擔任111年度 收穫那麼多傳統文化技術演出 由牡丹香掌攤壯志領軍 率全鄉族人演出山海一家多元文化 要讓觀眾驚艷牡丹香豐厚的文化特色 想說能夠利用這一次表演的機會 讓牡丹香的鼓搖 以耀動音符傳承部落心跳 吟唱出過去我們祖先手流傳下來的旋律 能夠讓我們台灣 大家都能夠看得到 聽得見牡丹 也讓大家能夠感受到 我們牡丹的文化 然後喜歡我們牡丹的傳統文化 鄉公所表示 牡丹為屏東最南端的圓民鄉 幅圓遼闊 要動員全鄉族人投入文化技術演出 光是聯繫工作上就花了團隊不少心力 但自從接到平縣府圓民處的邀請後 鄉公所便積極邀請鄉內的專家學者 大家齊心研究鄉內文化特色 希望將牡丹香的傳統文化完美呈現 這個表演有六個部落 其實也受到這種 多元文化部落的很深的影響 每個村基本上歌謠舞步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蠻雷同 其實真的有它各自不一樣獨特的文化 老師可以從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歌謠舞步 可以讓大家慢慢慢慢形成一個 看起來好像是能夠串接串聯的表演 實在真的是不容易 由於牡丹香早期屬廊橋區域 匯集了閩、賀、排灣、阿梅等不同族群 深深影響了牡丹香的文化演變 此次收穫那麼多活動 由牡丹香設計的山海一家多元族群文化記憶演出 不但展現出牡丹香全鄉族人驚人的團結力量 更讓人見識恆春半島精妙絕人的圓民文化 記者詩心亭陽正義採訪報導